我多半天就唱白臉 你是白臉喔 我比你講不喜歡 就這個 很累 你知道嗎 我罵小孩很累 小朋友他會看你的臉 然後他這樣子 你怎麼樣 我沒有我的事 我沒有自己去追 因為他有時候在電視上會看到 欸 然後這是你 對啊對啊 他就很興奮 那你怎麼會在電視上 我就對 做這個不會對吧 很簡單 很簡單的回憶 他看到那個小剛老師在主持節目 我說 我說這是誰 你看 欸 爸爸這是你嗎 我還想要看到我在傻眼 你到底是誰 怎麼有一個長得跟我爸爸好笑的 在這邊 龐白哥報報 金鐘入圍專訪 妥宗華天丁半白臉 四歲而認錯爸爸 這些照片都從來沒有公布過 那你哪一個啊 這個啊 這個 你抓著我 你絕對不能放手 不能放手 我怎麼會放手 你給我抓緊你了 俗話說好漢不提當年勇 妥宗華非提不可 想當年劉德華只能當他的配角呢 一起在泰國拍抑鬱客那每天髒兮兮 回飯店的時候 被人家不准進去 為什麼 他以為我是當地人 找製片把我接上去 我不是我不是 講半天也沒人聽得懂 他真的夠勇啊 一舉得死後再婚 今年又憑模仿犯入圍 金鐘最佳男配角 戲分超少 能量超大 而且體力超好 喂 站住 他們幾個年輕的先跑前面 對 我是最後一個 到我 我在衝 然後我要衝過攝影機 衝過 攝影機看到我入鏡這樣 然後這樣追 然後最後我停下來 然後攝影機到這邊來 哇 我已經快瘋了 我覺得 並不醉啊 我還沒這類 我起來 我起來 沒關係 陀哥你真打到我會怎麼樣 我說你不可能 嗯 我為什麼要抬到你 嗯 這 拍戲是假的 陀哥說我要刺一道 才能抬你道 這叫紀錄片 劇中陀宗華痛失至輕 因此扯出他顯為人知的已故大哥 加上又當爸爸了 角色研究更上層樓 剛出來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說你的人生經驗啊 是什麼 我們就有告訴他 就說 因為 比如說你失去親人啊 問你失去誰 我們就舉例 然後說我哥啊什麼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是很難過的 小康也是更難過的 因為他從小跟我回復關係是最好的 嗯 我哥在那邊急救的時候 他在寫著 我多半天是唱白臉 你是白臉喔 我鼻子我不喜歡 就這個 很累 我罵小孩很累 小朋友他會看你的臉 然後他這樣子 你怎麼樣 沒有我就是 我沒有自信自己追 因為他有時候在電視上會看到 欸 老闆是不是你啊 我說對啊對啊 他就很幸福 那你怎麼會在電視上 我說對 做一個工作 很簡單 很簡單的回憶 他看到那個小康也是在主持節目 我說 欸這是誰 欸 老闆這是你嘛 老闆小孩看到我 你在傻眼啊 哈哈 你到底是誰 這邊有一個長得跟我爸爸很像的 在這邊 咱李娛樂新聞演技精湛啊報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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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